今天请到场面的嘉宾 来自上海证券的首席市场分析师 蔡君益先生 蔡老师你好 你好大伟 你好 那么本周我们知道从周一开始 我们天天的开场白跟大家交流的 就是核心两个字叫观察 观察市场的很多动向 其中有很多个点 我们不一一说拎几个关键的 周一我们就提到 从指数层面我们要观察 在上周下半周开始折服的一些金融股 在本周会不会有表现 这可能给指数带来正向的贡献 那么果然连续这有四个交易日了 不管是银行保险 还是权重里面的地产 走的都比指数要来得更强一些 基本是重心逐渐上移的 这是这个强 但是又没有我们周一说的 要紧防一种极端情况 会不会资金去强打 就用它们去顶指数 这种情况没有出现 另外一个关键点 就是昨天我们提的 在顺周期的一些所谓涨价品种 出现了短期的小分歧之后 我们说它到底是进一步分化 还是说能拉来更多的兄弟 扩散 把热点做大 带动盘面的转型效应 我们发现今天 它走了前面一种 分化走弱了 而另一边的成长类的部分品种 开始顶上来 好 到这儿 我们可以做一个小节了 似乎 就是现在市场处于什么状态 不知道大家认不认同 只是我个人的这么一个观察 似乎从机构资金的角度 现在是以调仓为首要任务 未有强功之意 或许更未有强功之基础 那么盘面中出现的机会 大多是在调仓的平衡 与再平衡的过程当中 出现的风格摇摆的机会 而其中如果有其他因素的加持 包括行业基本面 包括政策消息刺激的话 邮资会过来凑热闹 把这个热点打得更强 这就是现在市场 我看到的一种情况 一会我们来听一听 咱真正专业人士蔡老师 可以看到今天早盘中航 飞机开局表现非常的强势 而且迅速带领航天航空板块崛起 盘内的资金 迅速向前期的超低品种聚集 那我们今天从盘中看到了 像酿酒 家电 半导体等板块 是纷纷的反弹 另外创业板指数 在科技 医疗和消费的助力之下 从临近半年线的位置开始拉起 午后军工的做多情绪 进一步的扩散 船舶板块拉升 将龙船停涨停 军工材料 零配件 还有电子等全产业链 跟随上行 顺周期行业和涨价的品种 我们看到了今天是集体调整 而且盘面的热点迅速的轮转 虽然指数是维系红盘 但是前期的热点像汽车 有色港口和化新等板块 都出现在了跌幅榜的前列 最后来看具体的点位报收 接着收盘 上证指数上涨0.47% 深层值上涨0.87% 中小板指今天收涨0.93% 创业板指录得0.93%的涨幅 科创50今天也是收红 涨幅1.18% 恒生指数遗憾收率下跌0.71% 北巷资金全天是合计小幅净流入4.38亿元 两市个股今天是涨多跌少 上涨价数2087家 其中涨停46家 下跌1786家 其中跌停10家 以上就是今天的收盘情况 该怎么去分析呢大卫 菜老师今天下午 旁边当中有券商股又开始往涨停上顶了 反映出又有朋友看着 是不是要往上去 太想突破了大家 但是还在这个箱体里面 您认为会继续横下去 箱体里面的话 就是说要跟前段时间比较一下 就是前段时间更惨一点 咱们跑到箱体最最下面去跑 玩 那么这段时间的话 跑到箱体的中部偏上位置去做 那就大家知道 前段时间应该说考验比较多 千锤百炼 那么这段时间浮上来 那么是不是马上能够等待突破呢 我觉得还要打一个问号 因为我们觉得到年尾的时候 整个市场还是有很多的 当下因素是要等待消化 那么市场当中有一个数据的话 它是从一个视角 让大家感受一下 就是机构投资者 他怎么思考问题的 那么我们就拿北枪资金 大家来看 北枪资金 我先不说它的结构 先看大家来看 因为刚才我们的导播已经报了一下 就是今天4.38亿 但是你看那八天 大家就能看得明白 帮我切一下这个PPT 你看那八天 合在一起的话 它就是一个在有限范围当中 进行的一个波动 这是什么意思呢 你可以通过它这个数据 折射我们到年 接近年末的时候 机构投资在做什么事情 没什么太大的增量资金 这就是各玩各的 那么这当中 唯一不同点就是说 它不是在里面无为而止 那么瞎搞 对吧 它在里面 是在做一些结构上的腾挪 这个点大家能够搞得清楚的 那么回到今天 今天的一个特征 其实我们隔夜是猜到的 昨天到了一个相对的 战术性的极致 可能会出现 你们两大赛道上面的东西 就两个主线上的东西 要有一个收敛动作 这个收敛动作 就是我们刚才导播报的 这个你看到的顺动器 从昨天到前天 叫到现在 如日中天的时候 对不起 先给你考验一下 看看你们还相信不相信 那么你们觉得 这个都不行的 这些老赛道行业 它做一些战术性的回升和出击 那么就是形成了这个 我们原来在中周期层面上面的 上面的强势板块向下 下面的弱势板块向上 这是中周期的吧 也就是在两三个月里面 但是如果你放大到两三年 其实很简单 老赛道在上面 新赛道在下面 这是什么 也是个君子回归 在做这个事情 明白我的意思吗 两三年里面的话 是什么 科技一要消费 那就涨到天花板上面去 现在它是在中周期往下跳 爬往下跳 那么下面的这些老的 周期品种的话 其实怕了好多年了 它现在从长期角度的话 它再往上走 所以我们要得出一个基本结论 就是区间什么的 我觉得没什么好考量的 我们等会再说逻辑 在结构调整方向上面的话 我们认为朝顺周期方向 它是一个中周期里面 它是一个战略方向 今天的收敛 下面的东西往上翘 哪怕是明年再涨 它也是个战术方向 而且数据也告诉大家 在今天看起来 创业板只当当当走在前面 你把五天数据统计下来 我创业板还在后面 它就跌五点几顶 它涨了一点几顶 那就五天里面统计下来 负三点四 它还是跌幅靠前的东西 所以明天可以再收敛一下 就是它再反弹一下 上面顺周期的东西 再往下跳一跳 也有可能 那么影响年尾的因素 我们要考虑一下 最近的市场当中 三个角度 大家一定是更想的 第一个 东盟加入进去 东盟这个东西 不是说现在在当下反应的 不要以为就港口一掌 这个海运掌就完了 蔡老师 您说的是RCEP那个协定 对 东盟15国 这个东西是什么呢 它是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和经济意义 我先把政治放在前面 因为它是在逆全球化过程当中 我们经过八年抗战 而不是八年努力 把这样的一个区域搞定 所以它的政治意义 是我觉得首当其中的 经济意义那就不用多说了 无论它的市场人口等等 以及这个区域当中的国家参与度 都是非常好 那么这个是长鞋加持的 我可以这么来讲 对明年也是有一个正面支持作用的 那么第二个就是经济数据 经济数据拿出来六个口径 最差的一个就是工业增加值 还是持平的 其他五个口径的话 全部是正增长 所以要这样来判断 总量数据OK 结构数据正在进一步改善 而且我们今天看到的 像国务院急于的消费的 国务院常务会议 国务院常务会议当中的 大家有 我这里有一张 应该是昨天晚上的 这个常务会议是吧 这个应该说我们把它归到 这个第二项当中的 这个经济层面 也就是说 我们其实原来一直担心 就是那消费数据不行 其实我们到12月份 拿11月份的数据 我估计也没什么问题了 因为双十一都已经 搞成这个样子了 那我就估计 11月份的数据OK 没有什么 那国常会的意思是什么意思 国常会的意思就是 希望你12月份 明年的1月份 2月份 3月份继续好 所以他才会推这样一个政策 所以我们现在宏观来理解 这也是个正面因素 那么很多人说为什么不突破 不突破的因素主要是来自于 我们的大家看到的这个 一个是年尾的这个效应 年尾效应当中 我们以前一直想到 谈到一个问题 就是机构的换仓和结账 还有一个就是产业资本的减值 那么近段时间信用债 就是最最经典的一个事件 基于信用债大家不要以为 有系统性的分享 我觉得是这道 我倒觉得不至于 但是通过信用债 它背后反映出来的问题 它是一个债务问题 但是说还不出赛的 你现在都看到那么几家 对吧 而且它是从前几年的 民营企业转向 现在的国企 对吧 所以说明在这个 无论是去产能也好 去杠杆也好 还是疫情考验也好 那么总有一部分掉队的孩子 前段时间是 前几年是民营企业 掉队的比较多 那么这段时间 在国企业里面的话 有一些掉队的孩子 也慢慢地冒出来了 那么这个东西 到底好还是坏 但肯定对年尾是一个考验 那这个是还不出赛的 那你也要考虑一下 还得出赛的哥们 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他还得要去拿 其他的资产 来顶他的负债 那是什么 我举个例子 卖房子 不能卖孩子 对吧 卖股票 对吧 那这个就是我们说的 产业资本 它检测的动力 未必令你股价高 你股价中不溜秋的 也可以抛 抛完了什么 就命钱 小时您说到信用债 这个我插一句 因为现在我们看到 明显没有从债券市场 向股票市场去 风险传导的 这个全面传导的迹象 它只是定点地去打击 比如今天的海同证券 受消息影响会跌得多一点 都是定点的 包括上一周的 也是只打击了银行股 和部分的保险股而已 那您认为这事 就算完了没有 您认为的事情 就是说 你从表象出问题的企业传导 我想告诉大家的时候 不出问题的企业 它是一个问题 就是说 您觉得浮出水面的东西 是重要的 冰山下面的 有可能会有 冰山下面 它不一定是还不出菜 但是它还债的方式 你要考虑清楚 它要卖房子 它要卖股票 卖股票的话 对我们这边是有压力 这点要考虑 而且大家想 如果说经过了 我们的前面的 那么多次的 前几年的经济结构的调整 和今年的疫情的考验 你觉得债务 对他们的压力 对企业的压力 大还是不大呢 如果不大的话 那就不用前面 降税减费和疫情贷款出来 对吧 那就心里很清楚 所以这个东西 是我们今年年尾 而且每年年尾 都会有这样一批企业爆出来 那么今年的话 我们是要向大家考虑清楚 我们通过出现问题的 这些债务信用债 来透视一下 有哪些企业 虽然它能还债 但是它也比较吃力 而且它要用这种 我们影响资本市场的方式 来进行还债 这个问题是我们当下 这一个月当中要解决的 明白 所以你看这三条因素当中 大家就能感受到 前两大因素 一个是战略利好 没有什么问题的 它就绝对是加持的 这个你不能是简单的看 看看这个问题 一两天 最后至少要看个一两年 我觉得 第二个经济层面 那就是看几个月的 第三个层面债务问题 那就是看现在的 当下的 所以你能马上明白 为什么市场风险偏好在抬升 但是似乎又有点 力不从心的感觉 其实市场的区间反应波动的话 是和我们的宏观层面 我觉得是非常的吻合 现在突出去 我到心里很紧张 你现在把明年春季的东西 现在就强跑到现在 那个来搞的话 那明年春季的话 那就要打折扣了 明白意思吗 因为明年春季的话 经济数据肯定是不错的 因为今年年头上面 那经济数据是个坑 是砸出来一个坑 那明年的经济数据 按照现在的 我们拿到10月份 以及可以预测的10月份的数据的话 应该不差 然后国家那么多政策 还在不断的 这个进行这个结构层面上面的一些调整 那我们这么说 即便是高位 就是说谈到这个数据的话 高位运行 你跳到1月份的话 你往前一看的话 一笔晃烫一下 就变成不是两三个点的 那可能是过五个点六个点的 所以蔡老师 我想问您一个结论 就是如果从中周期来讲的话 就是顺周期 也就是一些 或者算是低估值算一块吧 然后和成长类的 这么一个 最近顺周期相对趋势往上走 成长类相对受压制 这一个情况 您认为会延续到 至少这一段盘整结束吗 我觉得在结构调整的话 不是延续的 我觉得甚至于可以延续到 明年春季行情是大 因为在这段时间 你看这几天 你现在来 大家都在谈顺周期 为什么 因为它是已经变成 从隐性化变成显性化了 而它的隐性化变成显性化 也就在这一两个礼拜里面 为什么 一拿到数据 大家都明白了 五个 六个口径 就一个口径持平 还有五个口径全好的 大家就能明白 知道了你十月份数据不差 你十月份数据更会不差 对吧 然后跨过年也知道 基本那玩意儿的警报 就解除了 那么接下来的话 原来机构投资在里面 换仓的时候 比如说大为去换了 我还觉得抱着那个老赛道 还可以嘛 那一看这个数据的话 我觉得大为说的对 我也换吧 对吧 不就这个情况了 那机构换仓也是一批批换的 你以为他一口气 几万个亿往下一扎 几万个亿那边一抄 那就是个大波动了 对吧 所以呢 一层一层 其实已经换仓 持续了数月之久 那你说他想干什么 好 战术层面的 我们一会儿再来细脚 下面来连线一下 厂外嘉宾 今天请到的是左建明 建明你好 好的主持人 我们可以发现 整个指数就是在3300到3400点 反复的一个震荡整理 这样的一个格局 从今年的第四季度开始 已经维持了有一个半月时间了 我们也相信 临近年底之前 或许这样的格局 很难做一个有效的一个打破 毕竟到了一个年底的时候 资金面一方面有一个自然的 一个趋景的过程 另外一个也是主流机构投资者 趋于一个稳健操作的一个工作方式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点当中的话 平稳或许是整个指数的一个主基调 除此之外 我们有可能要去关注到机会点 展望明年的话 特别是明年第一季度 市场当中的一个 针对于明年第一季度GDP 预计已经非常的乐观 甚至高到接近20% 那由此的话 我们相信啊 不少上市公司 它的一个利润 有可能会有一个同比例 明显的一个放大 而在此过程当中 我们应该是要关注到一些 传统行业当中的一个 盈利明显的复苏 之前我们提到了像化工行业 它的利润已经开始明显的一个上涨 包括我们最近一段时间当中 在做调研的过程里面 也已经发现 照纸行业当中的像白卡纸 这类的细分子品种 整个价格体系 也在出现一个明显的抬升 那由此我们认为 在传统行业当中的一些 细分子领域 特别是供求关系 本来就处于仅平衡的一些行业 应该值得一个重点关注 好的主持人 好 听下来 二位所见略同 我们下面进入苗栋收盘 雪潮股上九方之头 欢迎来到由实战派股票学习平台 九方之头独家冠名播出的 天生我才直播节目 细分领域当中的航天航空 大涨了5.89% 无人机涨幅2.33% 另外板矿当中的个股 像晨曦航空 还有长方集团 江龙船艇 都是收获了20%的涨停 另外像盘中看到的 新一国科天海房屋 通域重工等这些多支的个股 涨幅都超过了10%以上 看来军工股再次受到了 市场当中的青睐 大卫 像是军工板块有点尴尬 因为从品种属性上来看的话 军工大部分 尤其偏上游的品种 应该属于成长赛道为主的 另外军工板块 从历史上来看 北的属性相对来讲会比较强 当然我们说从历史上来看 但是和其他的弹性成长品种相比 它今年到目前为止的涨幅 相对其实还没有那么大 因为只是在7月份推了那么一波 那在接下来您说顺周期 或者是低估值的品种 风格占优的情况之下 军工何去何从呢 大家知道现在市场当中玩法 我们说一直顺周期顺周期 其实昨天我在做其他的 一些讨论的时候 人家也有些老法师就说了 说顺周期的都是淘江湖的 那其实我们换个说法 我们把原来最热的赛道去掉 然后偏冷的赛道里面的话 我们现在的机构投资者 每样进去都会悄悄看 悄悄看什么意思呢 他现在进去的话 未必想法很多 我明年准备进攻 他进去的话 他说防御也可以 那么刚才大卫介绍了 就是说军工行业 你现在比如说今天一涨 我们明天延报好多 军工行业怎么怎么地 军费要什么上去 扯了很多 但核心关键一点 在当下我们看起来 就因为涨得少 这是一个最典型的 今天因为刚才我们播报的时候 就说飞机上 那他干嘛不说造船 也涨得很不错呢 我明以飞机涨得多了 那么它的统一属性就是什么 其实跟昨天的银行和地产 差不多 平躺在下面 时间比较长一点 调的时间蛮久了 对吧 好 那么回过头来 我们要说军工行业 那么刚才大飞说的一点 它里面的公司 大部分或者有满大一部分 北塔属性比较高 蹦棒 并棒 跟你玩的是一种心跳的感觉 那么这部分品种的话 从初期涨的时候 你是看不出的 而且就感觉它好像很厉害 那阿尔法品种里面 在军工行业有吗 我相信一定会有 那么我们需要 从卖方机构的角度来讲的话 我们把它区分开来 我们需要把未来 可能出现 阿尔法机会的这些大公司 我们要把它拿出来 因为什么 它或许在明年会走出持续性的行情 另外一块 我们把北塔机会的公司拿出来 那么我跟你玩拼刺刀 拼刺刀就很简单 第一位进 别人家在上面 这个汹涌澎湃进去的时候 你把它的东西倒给它 但是在军工行业里面 我们知道 第一 某些军工行业 它具备科技属性 第二 某些军工行业的话 它具备了什么 具备了我们填补 国产替代的空白的东西 对 有些行业大家知道 也是我们国家 类似于像芯片一样 大力发展的 那是 对吧 而且我们知道 出去采购的话 采购最多的就是那些飞机了 我们的大飞机很明确是 国之重器 这已经很明确了 所以 其实呢 你要说叫我给你写研报 虽然我不是军工行业分析师 但我也可以把话讲得很明确 你想想 如果说 这个军工产业是一个 比如说特别是飞机 这个子行业当中 它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 或者从低到高的过程 低技术到高技术的过程 那这个空间有多大 你要想想看 这个产业的产值有多大 我觉得它不会比汽车产业差 所以它动汽车 而动这个飞机行业的话 大家确实要去关注一下 就是说 不是说我今天短期 我是跟大家说这个飞机行业 我再考虑一个问题 就是说 飞机行业是不是在未来的 十年十五年当中的话 会成为我们国家重点 扶持的一个行业 对吧 而且呢 它能够出现 这些企业能够在技术上面出现 就是它的科研技术上面出现 突破 能再动的就业 包括产值量都不小 对 大家知道我们现在外面采购的东西 除了芯片 它多以外的话 跑去跟外面谈判的话 这个就是买他们的飞机 因为其他东西的产量太小 你很难弥补 这个别人对你的贸易逆差 对吧 所以呢 动飞机是可以的 但是从短期角度 我还是跟大家理解 就不要我今天讲了这个东西的话 大家理会 明天就继续干飞机 这个不能这样的 十几年的东西 还得要循序见解 因为这当中 还有很多的技术层面上面 它需要你去加持的 就是说要我们去突破的 要我们去努力的 要我们去韬光养晦的 那么从短期来讲的话 大家也不要把它看得太重 无非就是大家知道 主力机构从那边推出来以后 这边在探雷 这个没动过 搞一搞 那边没动过 搞一搞 搞完了以后 它把所有的顺周期板块 没动的板块 都稍微热热升 热热升以后的话 到明年的这个时候 而不如明年的时候 到明年初的时候 它会更加具体的落定 到底继续干汽车 还是我们从这几天 探出来的这些公司里面 再挑几个比较新颖的 预期差比较大的行业 来进行操作 太老师 最后还是给我们讲讲 战术上面一些建议吧 因为之前看很多 类似于像您是随性提到的东西 其实说完之后都有表现 哪怕是在上一次说 简单说几个趴底也没动的 我记得您就说到了电力 其实在这周也轮到过 也轮到过 那再给我们点一点 这么说 就是这几天轮到的东西 都是已经到 到顺州期当中 或者说到低估值当中的话 都是之前股性 比较呆滞的板块 这一点大家要注意一点 就是说 说明的 顺州就轮到这里的话 我们才能判断出 这边传术性的 芯片什么的东西 有一个反弹 那么战术性当中的要求 我就跟大家这么讲 就是我们对老赛道 也不是说气质不离 战术上面 出击老赛道 也是可以做的 比如说今天讲完 大家都在讲顺州 明天蹦动一下 要看都是老赛道的东西涨 新赛道的东西全往下跌 你不要觉得很意外 因为什么 它的收敛是一个 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过程 所以请大家一定注意 这段时间 老赛道战术出去 出去完之后的话 再回过来 那么有些人说 我已经套得别别挺了 在老赛道上面 那就对不起了 那就告诉你 弹上来的时候 找机会 还是要换到我们的顺州其当中去 想办法换一下 换是怎么换呢 不要全仓换 就是把你老赛道的东西 压下来 把新赛道的东西抬上来 做一个均衡性的 这样一个配置 所以这段时间 大家有没有感觉 中正500和中正800指数 还有中正1000指数 其实都慢慢走得非常好了 好 这次更多是从节奏方式方法上 给我们提点 应该有效果 我们可以应用一下 感谢蔡老师的专业分享 我们进入言报优选了 想要和苏兆博交流的朋友 可以扫描屏幕下的二维码 来 每天五分钟 看言报优选学机构思维 大家好 我是苏兆博 今天我们看到市场是有所回暖 那么在市场回暖之际 我们又该如何去把握市场中 确定性比较高的机会呢 首先我们还是来看一下 汽车电子板块 为什么要关注这个板块 首先从消息面 我们看到上周在北京 举行了2020年世界级的 智能网联汽车大会 并且对外发布了 智能网联汽车技术路线图2.0版 那么这个消息呢 对整个智能网联汽车 以及汽车电子板块 将形成一个消息面的利好催化 那不仅如此 根据交通部 运营货车安全技术条件中指出 2020年9月份起 18吨以上的载货车 需要强制安装 LDW车道偏离预警系统 以及FCW向前碰撞预警系统 并且于明年的5月份起 12吨以上的载货汽车 将强制安装 AEB自动刹车系统 我们可以看到 都是属于强制性的安装 那么这种强制性的安装一些 汽车辅助驾驶系统 其实在今年呢 我们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况 我们一起来回忆一下 在今年早些时候 2020年1月1号起 我国生产的所有车辆 都将强制安装TPMS 胎压检测系统 那么这个消息呢 就属于政策突发的利好 而这种政策突发利好 往往也能够催生出一些大的牛骨 那我们可以看到胎压检测系统的龙头 万通制控 受到当时消息面利好的催化 短短一段时间 股价上涨了近200% 所以说呢 我们再看目前的一个市场消息 也都是属于强制性安装一些汽车辅助系统 所以说我们认为 汽车辅助系统类的上官上市公司 也将迎来一波大幅的上涨 好 那么当然看好这个板块呢 也不仅仅是因为消息面的利好 也是对整个行业的发展是充满着预期 那么从整个行业发展的情况来看 新能源电动车更适合发展汽车电子 而整个汽车电子在电动车的成本占比 是超过了50% 也是远远的高于传统的燃油车的25% 而且国内汽车电子的市场规模 近三年呈现一个快速的增长 而这三年的增速呢 也是分别达到了15% 18%和21% 属于一个高成长性的行业 同时呢 我国汽车电子的市场增速 也是全球市场的两倍以上 并且在2020年市场规模 已经达到了9000亿人民币 并迈向万亿规模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 整个汽车电子行业 不仅是受到了消息面利好的催化 更重要的是 整个行业是进入了一个发展的景气周期 所以说对这个板块呢 我们认为在目前市场环境中 就可以考虑做一个分低的关注 那么相关的案例标的 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这家上市公司是TPMS 国内市占率高达30%的一家企业 属于汽车电子的隐形冠军 那么更重要的是 公司正在自主研发多款ADAS 就是我们今天说的自动辅助驾驶系统 那么其中就包含了LDW和FCW 就是我们刚才说过的两个系统 那么从技术形态上来讲 这只股票呢 也是经历了一个充分的调整 目前股价还是处于一个相对的低位 涨幅并不大 也只是刚刚走出了一个W底形态 突破确认回踩为有效突破之后 我们认为该股将展开一波 主升浪的行情 好的 那么今天的这只案例标的 在我们的报告中 是有一个非常详细的解读 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下方 二维码的形式 来领取这份汽车电子隐形冠军 第一位潜力股名单 那么在这份名单中 我们也是首先选择了 汽车电子的细分领域的 隐形冠军12支 其次选择了技术上走出底部 也有望走强的六支 最后结合机构的观点 选择了有多家券商机构 给予买入评级的三支 而今天的这三支案例标的 在我们的报告中 是有非常详细的解读 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下方 二维码的形式 来领取这份汽车电子隐形冠军 第一位潜力股的名单 那么最后我还想强调一句 这次汽车电子板块 它是受益于政策红利的加持 强制性安装相关的产品 那么对整个产业链上的上市公司 将迎来实质性的利好 所以说今天报告里面的相关标的 它也是属于涨幅不大的低位品种 对于投资人来讲的话 一方面更加的安全 而另一方面受到政策红利的加持 未来也有比较确定性的成长性 那么今天的这份报告 我们就放在这里 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下方 二维码的形式 来领取这份汽车电子 欢迎来到短线风口 今天我们请到现场的人 是约翰 约老师 约翰 你好 你好大伟 你好 约翰今天有个棘手的问题 我们一直关注的涨价线 今天出现了明显的分化 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 好 应该说涨价 今天出现了这种分化 涨价之前一直是 指数弱势过程当中 表现最强的这样一个主线 那么今天出现分化 大家应该怎么看 我的观点非常明确 这个从下一步 明天这个明天 尤其是从下周开始 我建议大家对于涨价的一个做法 应该是什么样的呢 叫做一颗红心两手准备 涨价我是非常早就开始挖掘涨价的题材 但是我目前应该说 也是非常明确的告诉大家 对于涨价主题 在下周开始要一颗红心两手准备了 什么意思 涨价之前主题一直在涨 同时整个的创业板指数 一直在调整 那么在创业板指数 调整到了半年线附近的时候 我们看到今天出现探底回升了 创业板指数一探底回升 科技军工开始有表现 那么这种科技军工的表现 他们的这种活跃 会挤占炒作涨价题材的这样的资金 所以说在下周开始 对于涨价题材 你还可以继续地关注 还没有到高潮 但是同时你也要把目光 关注一下科技 以及军工板块 未来的这样一个机会 所以说我今天 想把两者这个思路结合到一块 能不能找到一些涨价加科技 同时叠加 这种利好同时叠加的 这样的优质机会 我认为从这个角度切入 大家不妨借鉴一下 我今天的这样一个思维 看看未来效果怎么样 那么今天重点 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 叫做晶圆化学材料 价格大涨 受益的名单 本身它是不折不扣的 而且是目前景气度最高的 整个科技板块当中的 细分子行业 同时目前 它也是处在一个价格大涨 而且是价升量增的 这样一个局面 所以说这种受益 相关的优质公司 它既受于未来科技 有可能出现的炒作 同时涨价题材 它也不会被落下 那么这样的机会 今天放到屏幕上方 大家可以通过扫满的方式 来及时的向我们做一个获取 那么接下来 我们再来说一下具体的 为什么我们要关注 晶圆化学材料的相关的机会呢 首先我们来看 这个逻辑可能很多朋友 都没有太注意到 因为你如果说研究深度不够的话 你是注意不到 这个细分子行业的机会的 现在整个8寸晶圆 涨价非常的火爆 因为9月份以来 国外乡易法半导体 多个晶圆工厂 直接就停产了 三个大厂停产 8寸晶圆价格是持续的大涨 目前的芯片主流 就是8寸和12寸 8寸是主流中的主流 那么8寸晶圆价格持续大涨 因为整个处在一个 严重攻击硬球的状态 台积电包括联电 四季度订单是全满的 这是最大的8寸晶圆的代工商 而且明年商品的产能 也完全被预定一空了 现在整个国内的 8寸晶圆代工厂的产能利用率 都在90%以上 非常的火爆 而且很多机构预计 8寸晶圆的涨价 可能一直会延续到明年 那么这里边有一个问题 A股里边究竟有哪些公司 是晶圆代工厂呢 是8寸晶圆代工厂呢 基本上除了客船版的中芯国际 没有 那么我们怎么样去挖掘 这里边8寸晶圆涨价 收益的机会呢 这里边大家要注意了 8寸晶圆的火爆 现在传导到了 制造封装代工的 上游原材料里边了 尤其是有这么一个原材料 那就是整个的 这个晶圆制造的 这样一个化学品 包括电镀液 清洗液 晶圆涂料 目前是半导体领域 上游最热销的产品 很多朋友没有注意到 这一块的这个机会 这样的机会 实际上一方面 价格大涨 赚钱 另外一方面 长期持续需求的 这样一个稳定性 也非常的重要 这一块的机会 我希望大家重点的把握 既是涨价 又是科技 我们来看 类似的这种 做晶圆化学品 像雅克科技 这就是明显的长牛 即便没有这波涨价 也是这种 持续上涨的 相对来说 非常稳定的品种 今年以来 股价上涨超过163%了 所以说 我们能不能够挖掘 还处在低位的 比如说目前 只涨了120%的 这样的基本面 甚至比雅克科技 还要更好的 这样的好机会 那么今天 我们跟大家分享的 这份晶圆化学材料 价格大涨收益的名单 我们就是根据 这样的一个原则 重点帮助大家 挑选的机会 那么相关的机会 大家可以扫描 屏幕上方的二维码 来及时的向我们 做一个获取 那么来看具体的案例 今天带来的 化学电子涨价的 龙头企业 它是它的 半导体化学品的 全产业链的 一个生产公司 它的市占率 在全国排名第一 龙头 而且是龙头中的龙头 而且长期被 中芯国际台积电 等一线晶圆 代工大厂 大批量的采购 并且准备定增 15亿布局 光刻胶和 超纯化学材料 三季报 整个净利润 比去年翻了 差不多10倍的 这样一个业绩水平 目前整体 周线处在一个 相对低位 而且刚刚回探前期 突破好的 这样一个警线位 相关的机会 大家未来可以做一个 今天下午 推向高潮的 这个军工版 您认为它只是 一个插曲 还是有延续性的 不是一个插曲 因为这个消息 这个也不是消息 就这种盘面的 这种反应 比较突然 比较突兀 我下午看盘的时候 也感觉比较突然 那么我也是在 售盘之后 我了解到一些 相关的信息 就是有一些机构 机构讲 这样一件事情 就是11月份 很有可能 在军工企业里边 会展开 十四五的一个 大规模的一个 订购和采购的 这种活动 也就是说 这种国防订单 可能在11月份 要大规模的签署 这种向军工企业 采购的这种订单 而且订单量 很有可能是超预期 很有可能会超乎 甚至有可能会超乎想象 那么是有这样的一个事情 所以说我个人认为 是这样的一个消息 但这个消息 还没有正式的去公布 但是这个消息 应该说是直接触发 今天下午军屋的 突然表现的 这样一个核心的一个触发点 如果是明后天 就是这个再往后两个交易 还能够继续的这个方向